韩国惊悚片拍出新高度 脑洞大开的创意设定 古怪离奇的各种死法 喜欢的朋友千万不要错过 高三年级学生准备前往郊区参加研学活动 正在细细打闹的他们并不知道 自从坐上大巴车的那一刻 便已经踏上了诡异的不归之旅 临近半夜抵达下榻酒店时 优等生允叔突然感觉这里有些眼熟 仔细一想 原来白天梦到的场景 跟酒店的布局十分相似 在梦里他看到一个劈头散发的女子掉进允殖中 接着所有同学变成了战力的尸体 恐怖的经历到现在还记忆犹新 不过允叔也没多想 跟着同学将行李搬进酒店 带队的老师匆匆跑过来 叮嘱班长和副班长看好大家 他还得去接其他班的学生 这时候陆续有人发现 酒店里居然没有通讯信号 连无线网络都出现故障 这不是跟外界断了联系吗 不少同学露出交集神色 忽然大厅里的灯光一暗 胆小的女生发出尖叫声 因为场地中央站着一个白色人影 体育特长生直接用篮球砸过去 这才发现是班上的同学阿绿甲办的 对方非但没有丝毫愧疚 还添油加醋地告诉众人 之前他在网上听说 这家酒店有位女高中生离奇死亡 同学们连忙打断他的护舟 允叔却将此事放在心上 回到房间后让社友帮忙上网查查 可惜这里的通讯网络全无 对方也是无能为力 就在这时 允叔发现自己的手机上 被强制安装了一个软件 室友的手机同样如此 屏幕上弹出一行字 游戏现在开始 请查询自己的职业 不仅仅是他们俩 班上的所有同学都收到信息 每个人被分成医生 市民 警察等职业 要求他们投票选出狼人安家 凌晨12点之前 得票最多的同学将被处死 起初大家认为只是无聊的游戏 大部分人选择了心中最延误的同学 正是假扮白衣人的阿绿 但是允叔却察觉出了不对劲 大家的手机不是不能上网吗 怎么莫名其妙地下载了软件 而且同学们还能用它相互发送消息 一旁的室友也投来不解的目光 允叔越想越觉得不安 于是找到班长俊熙来到酒店办公室 不断带队的老师没有回来 连工作人员都不知去向 允叔试了试坐机 可惜同样处于断线状态 这时候有位同学神秘兮兮地跑过来 想邀请允叔去一趟游泳馆 后者没有多想 刚刚走进去就发现眼前的不知有些眼熟 忽然周围的灯光亮起 原来今天是允叔的生日 几位要好的同学想给他一个惊喜 结果众人越玩越嗨 打算将允叔扔进泳池里 直到对方快下阔了才作罢 可副班长不管这么多 直接一把将他推入泳池中 允叔费了好大劲窜出水面 脚底下突然传来一股距离 扭头望去 赫然看到一个疲乏的女人抓着自己 好在这时 班长俊熙赶了过来 猛地跳入泳池将允叔救了上来 当他再次醒来时 发现自己躺在医护室中 刚刚的诡异经历还历历在目 不过他又不知道该如何描述 就在这时 副班长领着一帮同学走了进来 流着眼泪向他道歉 允叔懒得跟他计较 十分大度地接过此事 班长正要领着大家回去 忽然走廊中响起广播的声音 距离投票结束还有一分钟 众人纷纷拿起手机 发现屏幕上亮起了倒计时 没过多久 投票数据出来了 得票最多的果然是喜欢恶搞的同学阿绿 广播英刚刚宣布要将他处死 众人便看到阿绿痛苦地抱着脑袋 男人再次抬起头时 他的眼珠已经惨白一片 紧接着猛地跪倒在地 不停用脑袋中计地面 班长连忙将人扶起来 可他始终无法停止当行的行为 众人吓得纷纷后退 只看到阿绿一个加速 居然穿过走廊玻璃朝外跳去 更加诡异的是 前一刻还在惊慌失措的同学 此时居然奇奇晕倒在地 第二天一大早 所有人同时从昏迷中醒来 回想起昨晚的诡异经历 个个吓得脸色惨白 允叔第一个站起身 来到走廊玻璃处查看 阿绿的尸体已经凉透 广播提示音再次响起 拿起手机一看 一名叫做阿元的同学 被狼人杀死 请大家尽快投票 找出真正的狼人 现场众人恍然大悟 显然昨天选出的阿绿 并不是狼人身份 体育特长生的反应最快 他要去广播室看看 到底是谁在背后搞鬼 这时候卫生间里传来惊呼声 走过去一看 对面的隔间内有血迹渗出 班长上前推开隔门 正是叫做阿元的同学 躺在地上没了呼吸 众人终于意识到 手机上的狼人游戏 并不是恶恶剧 而是能够决定生死的考验 允叔壮着胆子摸了摸 发现血迹还未干透 应该是刚死不久 其他同学并不关心这个 询问班长接下来该怎么办 后者想了想 耽误之急还是先离开这里吧 跑去广播室的体育特长生 四处找遍了也没发现半个人影 广播提示音到底是谁操控呢 忽然手机里收到同学消息 班长让他们去酒店外集合 走出大厅的同学四处望了望 决定顺着来时的路返回 谁知路边的喇叭再次响起 要求他们必须在指定范围内游戏 同时手机也发出了危险警告 众人这才发现 一条清晰的白线将酒店门口围了起来 看样子就是游戏范围的边界线 一位长发男生实在受不了了 大喊一声便冲了出去 好友想要将他拉回来 结果跃出边界线的两人 同时感到头疼欲裂 难道他们也要被处决吗 果不其然 两个人同时睁开惨白的双眼 仿佛商量好一般相互撞击起来 直到长发男无力的瘫倒在地 剩下的好友失去目标 居然捡起石头 用力对着脑袋砸去 没过多久 喇叭声再次响起 死去二人的身份都是平民 提醒大家尽快找出狼人 这下众人再也不敢无视游戏规则了 班长只能无奈宽慰大家 也许过不了多久老师就回来了 胆小的女生哭喊着要回去 气急败坏的同学出声呵斥 要走你就自己走 不要影响大家的心情 现在出也出不去 又联系不上救援 难道都得困死在这里吗 学渣阿洛无意间看到 柜台上放着一串钥匙 于是悄悄将其塞进口袋中 允叔不想放弃 快速跑到酒店的楼顶 希望在这里能够接受到信号 虽然结果令人失望 但他很快又发现新的线索 用来界定活动范围的白线 居然一直延伸到后山 也许那里会有逃出去的线索 再不仅能找到人求救也行 班长的心思也活落起来 特意跑到白线附近试探 即将越界时 广播和手机都会发出提示 只要顺着白线延伸的方向行走 就一点事都没有 几人连忙跑回去 跟大家分享消息 游戏的活动范围连接至后山 班长需要几个体力好的同学一同探索 众人犹豫再三 虽然大部分都选择沉默 但还是有几个人愿意冒险 有些小心机的副班长最爱表现 最终也选择了一同前往 允叔昨天落水后身体有些不适 只能待在酒店等待消息 可他刚刚送走众人 忽然听到有个声音在喊自己 看着是有满脸不解的神情 难道刚刚自己幻听了 路过惨死同学的尸体时 允叔心中有些不忍 他觉得应该把他们存放好 这家酒店这么大 应该有食堂冷库之类的地方 不得不说 允叔的心思还是十分细腻的 在搬运阿远的尸体前 他从各个角度拍下照片 以便日后警方查案 恰好在旁边的隔离间 捡到对方的手机 不过电量已经耗尽无法开机 而此时的混混阿乐 意外发现一处小型超市 看样子 接下来的几天 他们不会挨饿了 而这边的允叔 在几名同学的帮助下 已经将四具尸体搬进了冷冻库 逐一查看他们的手机 发现全都电量耗尽 处于关机状态 而其他活着的同学 手机电量则显示在56% 从昨天开始一直都没变过 如此诡异的状况 让允叔百思不得其解 玩电脑的是由脑洞打开 难道大家所处的并不是真实空间 而另一边的班长等人 顺着白线区域 忽然有位女生一脚踏空 整个人从山上翻滚而下 众人心中大清 直到确认对方没有越过边界线 这才琪琪松了一口气 继续前行一段距离后 他们总算来到山顶 而白线画出的活动范围 也到此为止 其中一位同学似乎有所发现 不过距离太远 他只能拿出高清摄像机 结果看见远方站着两道身影 众人忍不住起伏救命 可喊了半天都没得到回应 这时候他们才发现 画面的进度条一直在走 可两个人却始终保持同样姿势 连空中的飞鸟也是如此 难道眼前看到的景象 全部都是人工添加的 以上就是夜幕降临的第一 二集内容 喜欢的朋友记得持续关注 咱们下期再见